据英国劲爆报道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有一名名叫詹娜·菲利普斯的21岁女子 她在做了两年的佩敬师之后 辞去工作开始录制半狗视频并发布在网上 现在月收入已经达到六位数 据悉在做佩敬师的两年时间里 她在Olefans上开了一个账户 在前18个月里 她在那里发布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内容 但是自从推出那些古怪的内容之后 粉丝量开始激增 而这一切发生的契机是两个男人的出现 这位美国女子表示 她一直觉得自己像只狗 想做狗能做的所有事 还曾经假装自己是一只小狗 在地上打滚 捡球 但她没有将这一切向外界展示过 直到她在芝加哥遇到了两个男人 从他们那了解到 更多关于宠物玩耍场景的事情 她才决定踏入这一行 之后她开始以小狗女孩的名义 上传一些古怪的宠物视频 从那以后她账户的关注量开始激增 另外据她自己讲述 其实雌性小狗刚开始是没有市场的 因为伴小狗的视频 大部分都是为男童经店准备的 所以詹娜就想创造属于她自己的市场 结果成功了 录制伴狗视频现在是詹娜的全职工作 并且她的收入比以前增加了100倍 每月能赚6位数的钱 据悉现在她每月会向每位粉丝 收取16美元到20美元 订阅她的Olefans内容 另外她的大部分收入是来自定制视频 她还说一位粉丝甚至为一段一次性视频 支付了近1000英镑 收入如此 但詹娜却表示 即使不涉及钱 她也会做一些愿意做的事情来谋生 尽管她愿意尝试很多东西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但她也不会拍摄自己不喜欢的内容 比如拒绝和真正的小狗一起出现 不过当詹娜第一次开始制作短视频时 她遭到了很多反对 但是那对她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 据詹娜透露 即使在远离镜头和公众的时候 她也喜欢被人用皮带牵着走 在现实生活中 她从来没有遇到过反对意见 反对声只会出现在网上